Hey 大家好 我是Peter 我現在來到一間在我Missusaka 城市的葡萄牙又開的麵包咖啡店 小食店 坐在這裡休息一會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有很多Coco Cut 湯 食物 又有那些Sandwich 葡萄牙又有葡萄牙 葡萄牙很好吃 正式的葡萄牙 今天外面天氣很好 零下三度 但因為沒有風就一點都不冷 很舒服 又沒有雪又沒有冰 在這個Shoppy Plaza有很多家 加拿大國際知名的Franter 咖啡店 但我不去 所以我就要幫請這些私人的地方 尤其是很多葡萄牙又開的餐室 麵包店 很好吃的東西 尤其是葡萄牙的雞三文治 這間店就是Bakery on Mavis 不是說我現在喜歡來一些小的地方 私人開的服務很好 不是貪心 叫了一個BRT Sandwich 等一會兒小姐特首跟我說 對不起 你沒有了Bakery on Mavis 你隨便叫我們餐上任何一個三文治 我做給你 我想一下Potricky最出名的燒雞三文治 就算了 叫它燒雞三文治 對吧 那我就打算補錢 因為那個BRT的燒雞三文治 他說我不用錢 不用的 因為我們沒有Bakery on Mavis 對不起 我們這樣做給你的 收回你一樣的錢 不用補錢 他說是外國幾好 對吧 即不是貪心情緣 只是Service Law 我買了5.6元 但我現在看看餐牌那裏 原來是9.9元 那個雞 再加上那個稅成10元 13元 即是給多5元的餐 真的不好意思 不知道是這樣 不過他知道我不是貪小便宜 因為Potricky的燒雞三文治很好吃 我經常去到一個Potricky town area 那些燒雞三文治 在香道行過的餐包店 忍不住進去吃 但它不是經常都有 要下午12點多才有 我試過幾次去到 沒有 就急醒我 他說不好意思 要12點多才開始有 好香 就是叫了一個 本來是BLT 但因為是沒有 就幫我做了一個 葡萄牙雞的三文治 你們別說 一會兒就坐滿了 這裡你看幾多人 不過現在是3點多 這裡有很多 很多的ham Turkey 脂熱類的東西 可以買 對 咖啡又入完了 三文治又吃完了 那麼 又準備上路 希望你喜歡一個 這麼簡單的視頻 在我住的城市 Mississaka 有很多葡萄牙人 很多葡萄牙餐廳 還有一些bake shop 葡萄牙的食物很好吃 如果你有時間經過 就去幫忙一下包 你說好吃 就是這間 Bakery on Mavis 你經過的話 可以來喝杯咖啡 吃個正式的葡萄牙 葡萄牙 Chicken Sandwich OK啦 不錯不錯 但是跟我去的其他幾間 那幾間做得好 不過去 但這間已經不錯了 所以我說包你滿意